大家好,歡迎回到愛麗絲的頻道 今天打算和大家行德勝花園和德勝馬路 我會由士多紐拜斯大馬路這邊的花園入口開始行 花園面積不大,大概有1950平方米 園中間有德勝紀念碑 花園先後改名,有奧灰者之園、勝利之園、德勝廣場和德勝前地 但無論如何改,都是圍繞著1622年6月 戰勝荷蘭人這件事而命名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簡單和大家說 在1622年6月24日,荷蘭派了15艘有800名海軍艦隊入侵澳門地區 由於當時駐澳的葡萄牙軍隊勢故力弱 只能靠澳門居民、客人奴隸協助 以及憑著幾個在高地的炮台抵抗敵人 根據記載,在這個地方附近 成功擊中荷蘭軍隊彈藥的運輸車 重創了荷蘭軍隊指揮官 並且在現在的海角游魂俘虜了一些荷蘭士兵 為了紀念這件事,葡萄牙人在1873年3月起了個碑留念 而這個碑叫戰勝荷蘭紀念碑 公園亦因此名而改為德勝花園 在以前花園的前身是華士古達加馬花園裏的林蔭大道一部份 根據資料,以前這裏有咒樂亭、噴水池和石製十字架 比起現在的面積還要大 華士古達加馬花園早幾個月前都有和大家走過 現在沿著花園旁邊這條小路上去德勝馬路 在這條小路上去德勝馬路 在這條小路上去德勝馬路,先走路口 由二隆喉街那邊開始 再一直走回东望阳邪行,即是黄都酒店的路口。 平日逛街,很少会来到这里,究竟这条街又有什么呢? 就与大家一起逛一次。 前面交通部,可以自己亲自来这里交罚款。 先过马路,拍摄刚才交通部那段路。 来到路口,见到左边有车下去的是二龙后街,车都是由松山隧道那边出来的。 而眼前看到粉红色这里,就是结核病防治中心。 由结核病防治中心这边开始沿着德性马路走。 对面就是刚才说过的交通部。 德性马路也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 街道名在1905年时命名,是因为旁边有德性花园而有这个名。 从1925年到现在,街道的位置没有很大的变化。 都是自己人家。 外方的地方,仍然要加上小峰。 靠海警方的地方,向南出移民房有些地方说明 预央会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新邻子和线岛。 在路口上是在路口上, 就把甚至不留意。 无论方向前面。 又過回來拍對面 右邊就是剛才上來的德勝花園 對面有永援中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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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園旁邊有 高高美是中途中學 中途中學旁邊是聖體育中心 高美是學校的範圍 中途中學旁邊也很大 我們見到有新花園泳池 待會走完整條街都會進去練水 總結好要有新花園 它是有新花園 在下延長的地方 加油 很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泳池旁边是旧爱都 旁边是河东中淘小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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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